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在后面深山 你看了很多的木头在你外面 你的前面都没有事 若是你住家出去 刚好正中央一株电线杆 你就要小心 树是活的 它有生气 电线杆 它是死的 硬邦邦的 而且 两边带着电源 这无形中 产生一种游离的电波 游离电荷 所以你对了 它 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 小孩子心浮气躁 大人 心里也不知道 怎么搞的 好像什么事情要发生 这个就有时这张图 这张图是住家 这个是全面是电线杆 没力出去了 电线杆你就撞到电线杆 那就是 刘鼻学 看了就刘鼻学 再来眼睛 会失明 接下来 官司 事事非非 一大堆 无中生有 游离 也扯不清的 生意 你会遗落千丈 所以我们电信局 电力公司 的工作人员 我常常跟他们说 你要帮人家 树立一个电线杆 你要有良心 要有道德 你要设计 也有道 有道德 你看着两户的中间 你埋下去 就不会伤到对方 不然 你在人的门口 你把它树下去了 你已经损了德 损德 英国你要负责 这叫做道德观 所以 风水学 对于一家的平安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很多信众大德 家的门钱 有 电线杆 你要鱼也没有那么简单 要鱼要交钱 甚至有时候 你家里没有钱 可以交 你就在那边病 病了一塌糊涂 怎么办 所以我请求 王产老祖开示 好了 你就有一个方式 选择中午的时间 你用红朱砂 红朱砂 红末水 你在 电线杆 在电线杆这里 和我们眼睛一样高的地方 点一个红点 点红点 点好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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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脚 踢三下 用脚 踢三下 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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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踢三下 那个 红点 你是把它留着 你消灾化解 就会 渐渐的平安了 这是妙法 你就可以用了 祝福各位